天宁这是咋的了 经济这么萧条吗 商场里连个人都没有 你们城市也这样吗 现在十几天的买卖还能干吗 你们城市商场里也没有人吗 现在还敢开商场的 我真的是佩服你们的勇气 整个商场灯火通明 几乎不见人影 今天还是周末放假 很难想像这样下去 收回水电物业都费劲 更别说房租和员工成本了 虽说电商对实体冲击有影响 但是没有想到如此凄凉惨淡 以后都别碰粽子惨了 这个大环境躺平不动 比瞎折腾好 你们觉得呢 我感觉 我真的挺不住了 真的在场 真的在深圳 也是真的在布什康 你们看宿舍楼底下 天哪 你们别问了 别问了 工资真的就那么点 你们可以自己去看 关于大家问的 那个我为什么不在广西 四五千块钱的公司 在广西广市广出 为什么要跑来广东 跑来进场 跑来富士康 我在这里跟你们说一下 我之前 我们是一家小公司 老板 老板 反正自己家的果园 我们就搞直播 后面呢 由于生意不好做 我们直播也搞不起来 大概干了我入职以来 然后 干了有一年半吧 反正我二三年毕业了 就一直在那那公司 一直做到 今年的五月底 还是六月底 然后老板干不下去了 我才离职 后面我 慌吹了两个多月 我就在家 每天没有工作完 你也很焦虑 有工作完 你又感觉 好像这个班 就不想上了 反正就 误打误撞 后面就来了 富士康 进了场 就是这样子 杭州房价 再这么跌下去 很多家庭 真扛不住了 当下杭州楼市 想把钱变成房子 那就是签个字的事 太容易了 随便看 随便挑 但是如果想把房子 变成钱 真的太难了 像杭州这样的城市 二手房挂牌总量 已经超过30万套 去掉非住宅那部分 也都已经25万套了 现在想买房的人 特别是想买 二手房的人 大多数都是抱着 捡漏的心态 砍价都是扛着 屠龙刀去砍 现在买房人的心态 也都差不多 都想用200万的钱 去买到一个 市场价值300万的房子 或者说 等500万的房子 降到300万出头再出手 都是觉得 再等等等等 房价会更便宜 可是越便宜 反而越来越多的人 更不敢买了 那么今年 大家觉得 杭州二手房市场 行情会怎么样呢 会不会出现上涨的情况 还是说 人就持续下跌呢 投资了200多万 在北京的三里屯 开了一家100多平米的烧肉店 今天干不下去了 汉狗哥过来回收设备 老板说 现在三里屯的餐饮生意 真的是很完蛋 写字楼的控制率 已经达到了70%左右 根本就没人吃饭 这边开饭店的老板 比顾客都要多 老板的家里 就住在三里屯的附近 不禁叹了口气 三里屯再也回不到 以前的状态了 今年大家的消费 都降低到什么程度了 先别急啊 现在才刚刚开始 随便我举几个例子 像我家楼下 有一个那个冰城 每天都在冰口打广告 去年还没有这么 频繁打广告 而且很明显 它给的那个用料 比以前稍微少了一些 那个冰块都放的 没有那么多了 还有就是很多时候 大家都觉得 要开学了 学校附近的那个 餐饮生意肯定会很好 反而从今年开始 大学城旁边的 很多餐饮老板 都在做店铺的转让 这种现象 确实是很反常啊 像之前前几年的时候 学校门口的那几个餐饮店铺 火爆到真的不行啊 包括现在的 二手海鲜市场 买各种二手衣服的比例 现在是越来越高了 之前在四五年前 人们都看不上 穿别人二手的衣服 觉得说出去都挺丢人的 但是现在的话 它都成为一种常态了 还有一个就是 我们家楼下 有一个江西小厂 基本上下午 它都没什么顾客 然后就是小两口 趴在桌上玩手机 到了晚上的时候 也就是六七点 会有那一两桌 然后晚上到十点多钟 不到的时候 他们就早早关门下班了 另外我们家楼下 还开了很多的 这个赵一鸣零食店 还有好想来那个零食店 并且他俩就是挨着的 就开在隔壁 而且还天天的打价格战 就是你买的时候 你看着好像很便宜 但是你实际去付款的时候 好像也没有那么便宜 所以说真的 口罩结束的这两年 我就是连衣服都没怎么买过了 就是开源不太开的出 就只能节流了 现在已经不敢去追求 生活的味道了 就如果还是这样下个句话 很多人其实会逐渐忘记 曾经的那种消费经验 会失去那种消费的欲望 我不知道大家身边 有没有和我一样 这种消费剑结的这种表现 反正我自己的感觉是 挺明显的 我可以非常负责任地告诉大家 只要你的公司 它不开除你 只要每个月的工资 都能正常打到你的卡上 你就千万不要辞职 干一天是一天 混一天 你就一天的工资 就不要因为那些小事 和一些不顺心的事 就要走人 因为刚好完的工作 你就会发现 其实哪儿都一样 世界上根本就没有 你想象中的那种工作 你看现在的就业市场吧 周老人他裸辞之后呢 连了几个月找不到工作 最后还是得靠家里接济啊 就算被老板骂了 你也不要一起用事 你又把脸皮练得厚一点 你管他怎么说呢 我就在这不走了 对不对 反正混上下就一百多元肉 随便得到 我多干一天 你又得多给我发一天工资 你就别管他 你就混吧 就完他开除你 智能还能留一个补偿金 对不对 你就不知道这种 死赔赖男的态度去工作 去上班 这样主动权就掌握在自己手里了 就算有一天 实在能不能想辞职了 也一定要提前找回下家 或者是把现在这个工作 当成备胎 用这个思维 占用自己的时间 越少越好 真的 最后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今年1月至8月 中国汽车行业的价格战 导致新车市场整体零售累计 亏损高达1380亿元 汽车经销商面临资金链断裂的严峻挑战 近期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向政府递交了紧急报告 根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的官方消息 近期协会接到大量会员企业反应 持续的价格战等因素 引发的市场剧变 使得汽车经销商陷入困境 资金流动性极为紧张 协会立即展开调研和分析 力求全面反映当前汽车经销商 所面临的资金困境及关停风险 近日 协会正式向相关政府部门提交了 关于当前汽车经销商资金困境 及关停风险的紧急报告 报告指出 当前汽车经销商的新车销售 普遍亏损 现金流紧张 资金链断裂风险加大 生存压力巨大 现阶段主要面临两大问题 一次消费疲软与厂商批发量双重压力下 经销商库存高企 为减轻资金压力和降低融资成本 被迫低价甩货 20价格战导致竞销倒挂严重 经销商销售越多亏损越大 同时面临融资到期屡约困难 经营回款断流 资金链断裂风险急剧上升 现有流动资金维持时间已接近极限 根据协会市场脉搏监测数据 截至今年8月 经销商竞销倒挂情况最高达到负22.8% 较去年同期扩大了10.7个百分点 专家分析 8月新车市场整体则扣率达17.4% 今年1至8月的价格战 已导致新车市场累计零售亏损1380亿元 对行业健康发展造成重大影响 协会呼吁 政府相关部门高度重视当前 汽车经销领域的资金困境和关停风险 采取阶段性金融纾困政策 防范汽车经销领域系统性风险的发生 此前8月28日 中国最大的汽车经销商广汇汽车因股价连续20个交易日低于亿元 正式从上海证券交易所摘牌 退市当天市值仅剩64.7亿元 广汇汽车在多次财报中表示 价格战队行业产生深远影响 导致公司再次承压 在国家政策的推动下 新能源车快速增长导致产能过剩 今年4月 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和德国总理舒尔茨先后访华 提出中国产能过剩问题 包括汽车领域 中方予以否认 然而 4月26日 江苏省智能网联汽车创新中心发布的报告显示 中国前20家常用车企业总产能约3500万辆 占比约70% 但整体平均产能利用率不足50% 产能利用率在80%至85%之间被视为健康水平 低于60%则意味着严重的产能过剩 报告引用盖世汽车数据 2023年中国常用车整体产能约5500万辆 实际生产约2600万辆 产能利用率不足50% 至2019年以来 乘用车产能利用率一直低于50% 根据盖世汽车发布的数据 2023年中国乘用车产能利用率为47.5% 汽车自家1月17日报道 中国国内汽车市场产能过剩问题严重 公开数据显示 2023年中国常用车产能约5500万辆 近5年平均年产量约2300万辆含出口 产能利用率不足50% 由于产能过剩 中国车企加大内卷力度 掀起激烈的价格战 2023年初价格战爆发 并逐步升级 成年会数据显示 今年前7个月 新能源汽车累计销量近499万辆 同比增长33.7% 2023年同期增幅为36.2% 2022年增幅超过90% 2021年增幅超过160% 值得注意的是 今年新能源汽车的增长 主要依赖插电混动汽车 同比增长71.6%至208万辆 纯电动汽车同比增幅仅为15.5% 成年会数据还显示 8月新能源汽车零售销量102.7万辆 同比增长43.2% 一次8月累计零售601.6万辆 同比增长35.3% 据磅礴新能源财经智能出行分析思旅惊鸿的数据 中国新能源汽车的平均降价幅度 从去年一季度的6700元增至今年一季度的16000元 导致新能源汽车的加权平均售价几乎与传统燃油车时平 市场上三分之二的新能源汽车定价低于同类燃油车 每日经济新闻指出 比销量增速放缓更严重的是新能源汽车的降价幅度 今年的价格占愈演愈烈 今天说到这里喜欢们的话请点赞订阅 我们将一如既往的为您提供真实的报道